今天是四月十五號,是星期四,現在是中午。 例如, how do you freeze something so the other person can hear it, emotionally trigger情緒觸發。 the other bucket is conversational skills,另外一件事,就是溝通技巧。 bucket也有筒的意思,請盆大雨,這個請盆大雨水滑下來的意思。 就是情商比較好的人不善不強迫別人改變別人的固有的那些東西。 就是能夠包容一點也不想改變別人,這樣的人才是對的。 謝謝你。 謝謝大家。 謝謝大家。 謝謝。